我介紹一下,這次我們香港性文化學會的一個講座 就是讀一本書叫《Cyber Effect》 上星期四月開始了第一場,說了很多東西 我們也有個花絮,我們遲些都會出的 大家有興趣,重溫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 你可以留意我們Facebook,我們都會post的 上次我聽完之後,我也有很大的感受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有一些行為是會被放大 原來那個工具不是純粹是中性的 那個工具是會影響人的行為 你以為那個工具是讓你用的,它是個物體 它是死物,它是不會動的,沒有思想的 但當你用的時候,它就像一個人一樣 它會影響你怎樣對待其他東西 其中一個項目我會想起,好像購物一樣 上次他有說過,其實我自己十幾年前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我也很深感受 他講完之後,我也想起就是 我那時候就看英國讀書 然後就對一些哲學和宗教的書都很有興趣 這本其實不是,不過我現在也有興趣 但是,也很深感受,上次Angelo所講的 你看到這個亞馬遜買書的網站 右邊有一個叫Buy now with one click 那時候我的帳戶已經綁死了我的信用卡 所以,我只要覺得這本書很好 那我立刻就買了 那時候我就按一下,不知不覺就按了幾十本書 那我那時候還記得,那時候去書局那裏買 那時候,那時候 啊不,我先開,等一下大家 我開錯了 不好意思,我先打開 我先打開 我也不知道怎樣 怎樣可以關掉Lock in 要用我老婆的Lock in 哈哈 哦,你想出去嗎? 我在想是不是用我自己的Lock in 哦,沒想到 是不是要離開的?要離開會議了什麼? 好吧,你離開吧 好,我們先繼續 對,所以就不停買 那時候我去書局其實走一段時間 要走很久 又要考慮那個書包夠不夠位 即是那時候 在現實上 你就會想 很重 如果買很多書 買五本就算了 但是你在房間裡面 宿舍裡面 很舒服 卡住一本 卡住一本 其實就是 我那時候 那些貨送到來 哇,幾十本 嚇到我 原來我買了這麼多 那個感覺是 甚至乎我乘飛機回香港的時候 都過重了那個行李 要罰了五十磅 那時候還記得 很深刻 所以其實這本書 其實講了一件事 就是在網絡世界裡面 一些東西方便了 那他有一句說話 絕對的 自由 使人絕對的腐化 就是自由多了 沒錯,方便了 但是他形容 好像雲船浪一樣 其實那種感覺好像喝醉了 那種感覺好像喝醉了 那大家等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有位參加者 進不了我 那我 你等等 等一下 OK 這樣 對了 那他就好像雲船浪 那我的感受很大 好像喝醉了 就是那個 限制住你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那個 那個Super Ego 就是好像控制你的 慾望 那個我 就消失了 只剩下那個 那個慾望 然後就越買越多 那其實 有個感覺就是 現實世界 就是有兩個世界 好像兩個我 那樣 就是現實世界 的我 好像已經 不是很習慣 虛擬世界的我 成在不了我 那時候的慾望 很想賣輸的慾望 那其實我自己發現 那其實我自己發現 今天都很多 一些經驗 是後悔的 就是後悔的經驗 就是 好像不同的 我在兩個世界裡面 角列了 一個在現實 一個在虛擬 但是兩個我 好像在想著 不同的東西 然後回到現實世界 就發現 為什麼我那時候 會這樣 被自己嚇倒 那我發現 互聯網 是強化了這件事 那今天呢 就講 這兩個章節 那我主要 其實混在一起說 好 那其實 第3 就講 這個題目 叫Cyber Babies 那就是 講0至3歲 的主要 其實剛才我講的 都是成年人的行為 影響一些大人 但是現在 就開始小朋友 那其實下一次 下個星期 就講青少年 他都分得很仔細 那0至3歲 第4 是講4至12歲 這個科學怪人 這個小女孩 那我就 嘗試混在一起說 那其實我們 我這個 拆開一點點 這個就是我們 性文化學會的 性文化資料庫 我們都有一些文章 我們都關心不同的 性文化議題 我們最近 就報道了這宗新聞 叫做 有一個少女 這個少女 就是她原生性別 是一個女仔 那她就 她比較男性化一點點 但是呢 她接觸互聯網資訊之後 她本身男性化 也不代表她想變性 其實都差一大段距離 但是她上網 就看到很多人 變性的分享 那她就開始 咦 其實我變性 都行不行呢 那她就越想越多 然後就一步一步 甚至乎16歲的時候 去了一間診所 那個護士就說都沒有說 就是談了兩句之後 就給了一些 Puberty Blocker 青春期阻隔 就是給一些康蒙 阻礙她的康蒙 讓她青春期發展 但是她最後後悔 然後就告了這間診所 她就說 很有趣 她說 我說想變性 但是你應該要把關 你應該質疑我這個要求 所以 如果沒有互聯網 她未必有這樣的衝動 所以 互聯網的影響都很大 其實她可能未必需要 但是 都推了她去這個位 其實 造成了很多後悔的個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在街上見過這些畫面 一個媽媽就 一邊偉賴 一邊看手機 簡單來說 寶寶也四周亡下 作者一開始就 就說她 搭火車的時候 有一次就見到 在火車的時候 見到一個媽媽 就這樣餵賴 一手就手機 然後就抱著 抱著小朋友 看到小朋友 也不是很想看她 其實科技是帶來方便 我們經常說 這個都不用老身上頭 那個方便 甚至乎去到臭子女 原來玉兒都方便了 你想想 其實都 我們先不批評她 當然是一個作者 一定會批評她 但是我從一個理解的角度 的確很繁忙的生活 你還要餵奶 更換片 有時候 查一下電郵 查一下WhatsApp 可能都在所難免 那你 這些時間 好像很容易 很容易這樣想 很吸引 其實這個想法 這位作者 就是這樣說 這個學者 有些參加者 這次就第一次聽 這個作者 就是一個心理學家 研究 一個Cyber Cyber Psychologist 也是法證 他也是研究一些罪案 在網絡上 他發現 一邊餵奶 一邊WhatsApp 他就看到那個畫面 十至十五分鐘過後 這個媽媽 都繼續 只是看著她的電話 繼續餵她的BB 那BB就開始 用一個迷茫的眼神 看上她的媽媽 也會做 她用一個很渴望 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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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渴望的眼神 看著她的媽媽 但是她的媽媽 也用了一個很渴望的眼神 看著她的電話 有一點點諷刺 過了半個小時 也是這樣 也沒有任何眼睛 其實都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見過這個情況 不如大家都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在街上 或者你親戚朋友 或者你自己 也沒有所謂 我們也可以分享一下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在街上 看到小朋友 通常是幾大年紀 都是手抱 還是 不如 以華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 都 見過類似這樣的情況 不好意思 我聽得不太清楚 我可以再分享一下嗎 你的意思是 可能是 媽媽 或者 未必是一剩媽媽的 就是 大人 掛著 又做 手機的事情 但是 就會忽落了 如果她同時 要處理另一方 這樣 沒錯 這個位置就是 她的子女 她在照顧她的子女 她的小朋友 這樣 這樣 我暫時還沒有想起 我會覺得 是不奇怪的 因為 現代人很多時候 都是來不開手機 即是同一個時間去處理 處理這些事情 不過 有些事情 我都覺得 例如 有些人同時都是做兩件事 其實我覺得 靜心 根本就是 你掛著手機的時候 或是自己開手機 才可以同時做這件事 是 沒錯 其實我想這些 是不奇怪的 我自己 我印象中 可能我也有做過 餵奶 然後看一看手機 我想看多久 其實現在的人 不單是說 臭寶寶 上課的人 都是拿著手機 不知又做什麼 但我想是看多久 因為如果看一久 我印象中 心理學好像有研究過 這些寶寶 其實就會很 對家長 希望他留意 有來往 但如果 如果 寶寶 發覺 他的母親 不理他 其實他自己 都很不知所措 然後他自己可能 都會 安全感 可能會有些影響 因為我印象中是這樣 沒錯 這個就是 我稍後會說 非常好 今天的寶寶 所以 作者說 跟以前那一代的寶寶 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最多都是聽 當是 還沒有電視 你最多 聽收音機 你很難不看著他 但現在 就多了很多 你可以說電視都在你手上 有些片段都在你手上 所以 他就會問 究竟全世界 是不是很多人 都是這樣 很多媽媽都是這樣 就是 都 餵著他的時候 或者說著他的時候 都不會看著他 看著他 看著別的 可能 有時候也會看著 像剛剛 Angelo所說 有時候也會看著 但可能比上一代 看少了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對這一代 今天這個世代的小朋友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甚至乎 再大一點 對整個 網後的人類 會不會有影響呢 因為以前 歷史上很少發生這些事情 他就有興趣問這些問題 甚至乎 有這些產品出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西方比較多 2013年推出的這個產品 就是 就是一個嬰兒椅子 有一個架 裝著 裝著 一個 iPad 裝著 這樣 作者 就評論 當那個嬰兒 手都沒有能力 去拿著 iPad的時候 已經 被強行擺在眼前 其實 你好像在控制著他 看東西的範圍 究竟是 一個很美好的天堂 還是 沒得選擇的監獄 他提出了這件事 甚至乎有很多 這些 這些是我上網找的 這些圖片 就是去廁所都要看著 或者手 手太小了 都拿不到 iPhone 專門設計 一個可以拿得好些 還有色彩繽紛 好像玩具 你發現 科技已經融入了小朋友的玩具 甚至乎你可以說 電話已經是玩具 其實 其實 剛才也說了一點 其實 對嬰兒有什麼影響 主要是0至3歲 現在說 或者大一點也可以 其實 他提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他那時候 在火車看到媽媽 那個心態就是這樣 嬰兒就是最重要的領域 最重要的領域 最重要的領域就是 吃東西 喝奶 換田 這些是最基本的 睡覺 所以他就會 滿足嬰兒的這些需要 彷彿情感需要 他就未必會 看得很重 或者都不知道怎樣給他 但是 我看完之後 發現 其實都是 今天的嬰兒跟 爸爸媽媽的眼睛 是比較少的 如果相對上一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不單是胃很餓 胃可能很飽 但是 情感上 的胃口 可能就 繼續長期飢餓 那嬰兒很餓 那嬰兒 所以 他就 說 一個小朋友 需要 跟他說話 按摩 和他玩 甚至 很重要 就是 眼睛 看著他 因為 這麼小 他未必懂得 跟你溝通 但其實你跟他說話 他都會發現 你留意他 看著你的眼睛 看著他的眼睛 他都覺得 有安全感 特別 這不是本書說的 但是我們經常會提醒 一件事 我們從台灣校園出版社都出了一本書 叫做 《性別有自信》 《孩子更快樂》 我也想起這件事 什麼是性別自信呢 就是 對自己的性別很開心地接納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他是很開心 很安全的 對自己的性別 這就牽涉到心性發展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原來的心性發展 一個小朋友如何接納自己的性別 其實 很大部分 和爸爸媽媽關係有關 特別是兒子 因為 女兒相對容易 因為 第一個照顧者是媽媽 而媽媽 會和兒女 很黏 情感依附 而女兒 就是女性 他女兒的性別 和媽媽的性別 是一致的 所以 他在媽媽那裡 很容易找到那種 認同和模仿 就是他 認同到媽媽的性別 比較強 但兒子又不同 兒子又要經歷多一個過程 就是 他要和媽媽 在情感上 先分離 要獨立自己一個 然後再去爸爸 認同爸爸的性別 他多了一重步驟 所以 很多性別認同障礙的朋友 他們大部分都是男性 想做女性 但是 有一個困難 就是 如果媽媽那時候 和兒子 很少眼神接觸 很少抱他 很少眼神接觸 例如 舉一個例 其實未必專門的 可能是 反過來 可能因為兒子很乖 但是 他有很多兄弟姊妹 他都沒有時間理會他 所以放在嬰兒床 不太理會他 這些情況都會發生 少了和兒子 眼神接觸 兒子就不肯離開媽媽 有機會 情感上 不想獨立一個個體 所以他就去不了爸爸 所以就很難認同爸爸的性別 我自己這樣想 理論上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對今天的世代有些影響呢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 最近我都看這些 attachment 衣服的形式 attachment style 那些書 其實 和父母少眼神接觸 亦會影響 他和他胎日 和配偶的關係 特別是 他會容易有一種 逃避型的衣服模式 什麼叫逃避型呢 就是 父母少眼神接觸 於是他長大了之後 都少發掘自己的感受 別人問他 你覺得開心不開心 他不知怎麼說 不知什麼叫開心 因為父母以前沒有這樣 comfort他 問他這些感受 比較少 於是以後長大了 認識朋友 認識配偶 也會少關心配偶的感受 所以通常這些配偶 最常投訴他們 就是他都不理我的感受 這是最普通的compagnion 這是屬於逃避型的風格 亦都和以前小時候 眼神接觸有關 眼神接觸其中一個 還有擁抱 所以第三 就是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玻璃心 我們今天的成年人 都會批評下一代 現在的小孩 真的經不起風浪 很脆弱 動一點就不開心 玻璃心 其實他也有說 情感上的強勁 其實也跟 小時候 跟爸爸媽媽 有沒有跟你 多眼神接觸 多擁抱有關 如果多的話 他會比較容易獨立 他不會怕 去探索世界 跟陌生人交往 他會比較容易冒險 精神會比較強 所以這三樣東西都 如果這樣說 影響都很大 眼神接觸 雖然感覺上沒有特別 甚至乎 這裡有一個很出名的實驗 HELLO EXPERIMENT 可能有些參加者都聽過 如果你對心理學 有一點認識 可能是很出名的實驗 就是一隻猴 小孩子 小孩子 親生的小孩子 媽媽 生活了一段時間 然後 做這個實驗 有兩個假媽媽 一個是鐵籠 鐵籠 沒有什麼樣子 但有奶瓶 另一個是鋪滿毛巾 模仿媽媽的毛 很溫暖 而且她的樣子比較明顯 眼睛比較大 但是沒有奶瓶 這個媽媽 這個媽媽沒有奶瓶 讓這隻猴子去爬 看看她爬去哪個媽媽 那發現 大家都可以猜一下 究竟她喜歡哪個媽媽 最後發現 她大部分時間 一天裡面 大部分 很多時間 都喜歡這個 有毛毛的媽媽 抱著她 只不過大部分時間 但是 當她肚子餓的時候 她就會回到那裡喝奶 喝完飲料後 就回到毛巾媽媽 所以 她也有去過鐵籠媽媽 但比較少 大部分都去了毛巾媽媽 所以 你要發現 身體需要是重要的 當然 但是 情感需要 對這隻猴子來說 可能更加重要 她更加需要在媽媽那裡 餵飽自己 心靈上餵飽自己 甚至乎 反過來說 如果媽媽忽略了她 沒有餵到她 她最多肚餓 最多可能要入醫院 很快就康復 但是如果心靈上受傷 心靈上沒有受到媽媽的 情感上的安慰 不是吃東西就可以康復 可能會影響她長年累月 可能需要輔導 可能會影響很多 所以傷害又大一點 所以 我自己詮釋這個實驗 其實覺得 情感需要是比身體需要重要 當然 身體需要也重要 不是說不重要 好了 這個實驗還有下半步 很有趣 就是有這隻怪獸 這個機器人突然彈出來 搖搖搖 總之是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有些尖叫聲 有些異形 對她的猴子來說 是一些陌生的東西 看一隻猴子衝向哪裏 發現 那隻猴子一看到一些恐懼 她就立刻衝回毛巾的媽媽 所以你會看到 有些實驗 發現 如果她跟親生媽媽 再多一些接觸 她是沒有那麼害怕這些恐懼 更加容易去探索 摸摸這個機械人 是怎樣 她的情感會比較強壯 OK 有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 亦是 Steel Face Experiment 亦是很有名的 就是 我本身打算播 不過 時間光是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搜尋 Steel Face Experiment 或者你打這個也可以 媽媽 在哭的寶寶 其實很有趣 就是 這個媽媽一開始 就跟這個寶寶 很多眼神接觸 又玩 又笑 她笑她又笑 又跟她聊天 你覺得很開心 你覺得怎樣怎樣 但是 突然之間 她就立刻沒有表情 一沒有表情 這個寶寶的反應 一開始很想 探索她的 attention 然後 開始動來動去 然後就尖叫 最後就哭 但是 這個媽媽是完全 她就特意扮演一個 沒有反應的樣子 所以 看到那個 Facebook Expression 也很重要 但是 我在YouTube搜尋的時候 也搜尋了另一條影片 很有趣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國家 這個妹妹 和這個媽媽 正在用手機 這個妹妹 慢地說 媽媽媽 媽媽 然後她 走到前面 希望你看到我 然後她就哭了 其實我發現 這個實驗 跟剛才的實驗 其實這個不是實驗 這條影片 跟剛才的實驗 完全沒有分別 只不過她的臉上 是屏面 但是她對著屏幕 對著屏幕 所以我自己也發現 那個影響也挺深的 不能開玩笑 OK Face Time 所以這個作者 這個作者 強調Face Time 和你的嬰兒 Face Time 當然這個Face Time 不是指iPhone 那些Face Time 就是面對面的時間 你看到這個嬰兒 可能 如果 都不用做民意調查 都知道 大部分成年人 都會覺得很有趣 原來 OK 很多實驗都會發現 如果剝奪小朋友的感知 和社會 社交會影響很大 健康的attachment 和連接 互相結連的關係 令到她的發展也比較差 影響她的intellectual growth 還有她從這個 演化心理 演化心理的角度 她發現 嬰兒得意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嬰兒得意呢 通常都有幾個特徵 圓咕嚕 肥嘟嘟 軟臨臨 她說 健基在基因裡 吸引成年人的眼神接觸 因為她知道 嬰兒的基因 就知道 演化 就知道 原來 她要吸引成年人的眼神接觸 留意自己的 心理和情感需要 才會滿足 所以 我們看到 動物嬰兒也很有趣 圓咕嚕 OK 她仍然有一個字 但是如果我們不理小朋友 其實她作了一個 term 就是網絡惹孩子 即是不理他們 Cyber Feral Children 即是不理他們 讓他們自由在網絡世界冒險 或者寶寶的話 就只是讓他們看手機 不理他們 或者他們長大一點 小學 讓他們自己擁抱手機 不理他們 那 發現 她就用這個例子 就像小朋友那樣 有些很極端的例子 就是小朋友和狗 狼 一起生活 甚至乎和小鳥一起生活 有些例子 她發現她之後 不懂得說話 原來小朋友會說話 是要透過大人跟她說話 她才會說話 透過這個模仿 所以她和小鳥一起 就不懂 所以 就是天生天養的方法 不理他們 所以她就發現 這些wild child 野孩子 都很難發展為一個 很fully functioning的adult 就是完全發展的成員 在情感上 都會好像殘障了 在情感上 那 ok 所以 對 眼影就好像很少 但其實是很少的事情 但是很重要 對小朋友 那 還有什麼影響呢 先 那 她做了一個實驗 很有趣 她引用了一個實驗 就是 大家都可以留意 2014年的實驗 在餐廳那裡 看那些55個照顧者 照顧小朋友的人 發現大部分都在用手機 也有些 只是看著手機 不看著小朋友 那 所以 手機對成年人 那個吸引 是大 已經蓋過了 你覺得寶寶很有趣 你要看著他 那個本能 就是這個本身是我們 成年人的本能 或者父母的本能 但是今天的網絡世界 改變了這個邏輯 改變了人類行為 是這個世代才開始有 那 可能 這是我自己作的 就是 那個寶寶如果懂得說話 他就會覺得 其實 他的基因就是 我要有趣一點 吸引來注意 但是現在好像 手機更有趣 好像 我不夠你的手機 可愛嗎 但是 他也強調 這些實驗 就是 那些電子器材 對小朋友的影響 就很難做實驗 因為 就是ethical的原因 你很難在人類上做實驗 那 如果你說要有實證 有因果的關係 其實就不容易 玩 但是他也 根據他的學識 就估計 這些影響 是會誇代的 為什麼 他 譬如 我們當是這樣 一段時間 這些小朋友成長了之後 就比較困難 越來越難 跟人面對面聊天 不是很 社交能力很差 不懂得跟人 有深入的交往 不懂得怎麼表達愛 長久的關係 又困難 建立家庭 又困難 如果 如果 即是 是 physical contact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problematic 即是 跟人家有些身體接觸 都覺得 不舒服 覺得最好不好 我自己都知道 有些研究都說 一些單親家庭成長的子女 大過了之後 他不是很願意 跟配偶有些身體接觸 因為 以前都少 不是很習慣 其實對別人 不是很信任 簡單的 如果 將來有子女 也不會跟他們 有太多身體接觸 眼神接觸 其實就影響了下一代 子女 又繼續玩手機 手機 手機就是他父母 這是一個骨牌效應 當然 這是他估計 你問他有沒有實證 可能是一個社會實驗 他就很擔心 社會實驗 當我們未肯定 不會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也有可能發生 但我們就好像整個社會 在找這個實驗 但社會好像不太多人 去警告這件事 他經常提出一件事 會不會在父母的手機 加這個警告標誌 就是 如果你不看你的孩子 最後會導致一個嚴重的發展障礙 加一個警告 可能會嚇一嚇他 就像酒精 或者吸煙的包裝上面 你吸煙就短短短 他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提議 所以 大家不知道這是什麼 如果你有小朋友 可能會知道 YouTube 現在很有名的 Baby Shark的跳舞 我自己有一個兒生 我老婆姐姐的兒子 一、兩歲左右 他已經每一天都幾個小時 看著iPad 他吃飯 因為他定不了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要看著iPad 他聽這首歌 裡面是很出名的 就是 Baby Shark 然後是 Father Shark Mother Shark 或者是認那些Baby Mother 或者是認字 有些英文 然後有很多色彩繽紛 跳舞 動來動去 他是很專心的 看著 現在坊間有很多 比零至二歲的教育軟件 學生字 甚至乎 學不同國家的語言 那麼小 去看有沒有用呢 那麼 其實他們 這些教育 學軟件 假設 寶寶 其實這句說話 都對的 就是對一半 但是 就不適合 他就假設了 嬰兒的腦子就像海綿一樣的 吸收能力很強 他那個 有些研究就說 他零至二歲 零至三歲 他們的腦體積會大 20% 他那個神經 那個 network 都會很強 所以呢 就越刺激多 他的腦越厲害 他就越聰明 越刺激多 就越聰明 所以給他多些莫扎特音樂 給他聽 給他多些 英文法文 就是 我兒子 有時候聽了 潮州話 越多語言 就越好 但是 是不是好呢 其實過度刺激 這個作者 就說 不一定好的 有時候甚至乎 干擾了他 正常學習的能力 那麼 有些研究 就說 這些教學影片 甚至乎 有機會減緩 就是減低 這個語言發展 其實最好學語言的方法 是 跟人類有真實互動 有個學者 就研究她自己的女兒 兩歲而已 究竟她說 這個 娃娃 去到Water 中間 就拍了一條片 拍了超過一千個小時 然後又很快 fast forward 就這樣播 然後她又 從娃娃變成Water 這個字 不停模仿父母 其實就好過看一條片 所以就 甚至乎有些研究 就說 研究一千個小朋友 她看這些短片 多看兩個小時 每一天 多看兩個小時 她的語言測試 就比較差 如果她看超過兩個小時 就是 比起沒有看這些 教學影片 其實現在很多 很流行的 教學影片 其實 還有呢 每看一個小時 這些教學影片 很有趣 小朋友 幼兒 就識少 六至八個三字 比起沒有看 教學影片的小朋友 不知怎麽算 所以她就說 其實這個很特別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麽呢 其實小朋友 最好的語言老師 就是和她朋友 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 是和她有情感的關係 和她有情感連結的話 她說話 那小朋友 會容易模仿 因為她有安全感 她更加會 而且她沒有說安全感 我自己覺得 她是 她不會突然模仿街上的叔叔 但是她會模仿 爸爸媽媽做事 模仿媽媽梳頭 爸爸看鬍子 那樣 第二個原因 就是 一個真人 會有些 互動 還有些姿勢 她會學得 會強一點 所以 最好就是 爸爸媽媽教 現在很快地說 這個ipad 控制了她 視覺的範圍 但其實 原來很有趣 寶寶一出生 視力 只能看很近的東西 三四八度近視 一出生後 然後到0至2歲 慢慢看多些東西 她會慢慢 視力正常 而她看得很近的東西 通常媽媽抱著她 那個距離 就剛剛好 就看著她媽媽 她會喜歡看 通常都是媽媽 或者是主要照顧者 可能是工人 或者是阿爺阿嬤 她會喜歡看這個人 比其他人 但如果你放一部機器 就拿走了她的本能 她明明都不喜歡看這個東西 所以有些公共衛生的學者 就擔心 整個社會 就好像在做大型實驗 其實 甚至乎 除了剛才那些影響 也有一些輻射的影響 其實沒有證據證實 但這個unknown unknown effect 這些輻射 會不會對一些 ofletcher 很容易受傷 還在發展那些神經系統 的小朋友 會不會有影響 對視力有沒有影響 都未知的 但整個社會 正在做神業 究竟有沒有影響呢 還有 會看得太多 過分刺激 亦都會 對真實世界 就不connect 而影響一些 學前的技巧 pre-academic skill 例如同情心 社交能力 解難能力等等 她就建議 多些自然環境的play unstructured play 我稍後再講多些 unstructured 因為她只看 只有3數 她就沒有motor 最多的motor 就是手指 你看到小朋友 掃的螢幕 很純熟 而且兩隻手指放大 也很純熟 有個漫畫 很搞笑 就是 給現在的小朋友 看這些雜誌 她就會用手指掃 她不懂得貼書頁 而且找兩隻手指放大 但放結也放不大 她沒有其他身體的能力 只有視覺上和手指的技巧 很靈巧 還有 有些短期研究 雖然長期研究比較難 但短期也有 就是這三個 其實那些教學影片 對0至2歲的小朋友 是不明白的 叫做1,2,3 A,B,C 海星 Dialisor 有很多這些 Babyshark Bathershark Gram 有很多介紹的 Family member 其實她不明白 她只看到很多 很刺激 很刺激她 而且 她的螢幕 其實她少了自己玩的時間 但問題就是 自己玩的時間 才是真正學到東西的機會 我稍後再說為什麼 而且她看著螢幕 父母也會少了跟她聊天 這個剛才也說 眼鏡也少了 她不懂得閱讀面部表情 所以 其實美國兒科學院 2011年已經有一個 有科學基礎的聲明 就是 很不建議 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用這個媒體 但是市場上面 有很多這些產品 是Target 1-18歲的小朋友 大家 其實你都可以留意到 有很多就是Target 那她就問 為什麼沒有警告標語呢 其實也很傷害 其實福射已經有一個 2013年 她就不是兒童發展心理學 她就是一些研究福射的 研究一些 Micro Scope Ultra Structure 一些研究 她就警告 那些小朋友 是一些最容易被 輻射的 頻繃 影響的人 所以她就建議媽媽 連帶一部手機 在她袋裡 都最好 不好 你抱著小朋友 你的手機 在她袋裡 她都說 這個2013年的報告 都可能會影響到小朋友 越多刺激 看短片 越刺激越好 有時候 爸爸媽媽 就很害怕 子女太悶 沒有事要做 所以給她多些 填塞她的時間 第二個原因 就是她很煩 塞個奶醉給她 電子奶醉 原來在外國 有一個叫做 shut up toy 給她一部iPad 她就不會 shut up 有這個詞 原來有個研究說 小朋友 其實很需要每一天 最少60分鐘 unstructured play 就是沒有規則 沒有電腦 沒有大人 都可以跟朋友玩 總之萬無目的地玩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會 躲在一個皮斗 都覺得很好玩 很神秘 想像這個是海底 很多珊瑚 很多雨 其實很無聊 都不用買玩具 但你會覺得這個世界 都很好玩 一個搖孔都很好玩 這個叫做unstructured 沒有規則 你看到這個小朋友 都笑得很開心 其實對一個小朋友 最開心就是這樣 現在很流行 這些叫做massy play 玩到混亂 什麼事 混亂 我在Facebook那裡 都看到我有個朋友 她有個一歲的女兒 她就拿些米 就給她 在家裡 撿來撿去 扔來扔去 整個屋子都是米 然後最後用我吸塵機 吸回來 其實沒有什麼玩 但她是很開心 萬無目的 讓她有一些 很獨處的時間 讓她自己 這個是最好的玩具 其實她就說 其實小朋友 是很需要悶的 悶是很重要的 悶才會有創意 其實我太太 在小學那裡教書 她發現現在的小朋友 沒有什麼創意 她就教了一些拔尖的小朋友 她教他們寫作 然後就有一次玩個活動 有個遊戲 就是問他們 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個魔法 有一個神力 你會想做什麼 好像叮噹那樣 有一個法寶 你會想做什麼 給他們一些創意寫作 聊天 他們想了很久都想不到 做什麼好呢 然後有些最多就想 成績比較好 我們有個能力 可以不用溫書 也考試考得好 頂孔就講到這些 但是我老婆跟我說 其實 我們以前不會想這些 我們以前是 我想隱形 我想飛上天 我想潛在水底 很多 就是 天馬行空 其實 但是 她就發現 其實現在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沒什麼悶的時間 她沒得想這些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幫她想起來 她沒有這些時間 甚至乎 我知道 有些 學校 她都會覺得 學校的高層 她都會覺得 小朋友 小息時間 最好 就失去活動 小息時間 越少越好 或者午餐時間 放學 最好有些活動 總之她沒有時間休息 其實是對學生最好 但其實剛剛相反 好的 有些教育的應用程式 都說 很智慧 可以畫一下 鏡頭 但其實 作者說 這些不是真正的智慧 但她從心理學的角度看 她就叫我們去警覺 教育的應用程式 會推銷 一個推銷 就是 這個應用程式很互動 小朋友可以移動一下 iPad 會掉了一些蘋果 在鏡頭 你移動一下 小朋友 有些反應 這些就是互動 但她從心理學的角度 她就說 這不是真正的互動 這是一個欺騙 真正的互動 有一個叫 Joint Attention 什麼意思呢 小朋友是會 留意別人 留意些什麼 所以一定要真人才做到 留意那個人 看著那個東西 是一齊共同的 attention 如果孩子表達了 開心的情感之後 他會留意那個人 會有什麼反應呢 如果我哭 我笑 我害怕 那個人會有什麼 即時反應呢 而那個即時反應 又會令到 寶寶 明白原來你會有這個 反應 然後他就 開始了解這個世界 但 iPad 做不到這件事 他不會 回應小朋友的反應 只會回應小朋友的反應 還有他指著或者看著自己有興趣的物件 大人又可能會 看著這件事 這個才是互動 所以那些app就不是真的互動 甚至乎 這個很搞笑 原來小朋友 有個心理發展 就是 這幅圖說什麼呢 就是 他如果看到這隻公仔 這隻公仔 他很喜歡 他的玩具 玩了很久 他每一次看到他 他都會很開心 總之 他 不單止看到他 總之這隻玩具 在他就開心 他很開心 但是 用一張紙遮住了之後 他就 有可能覺得 這隻玩具在哪裡 以為 消失了 這個能力的意思就是 他不懂得分 原來在後面 原來 每一個object 都有一個繼續存在的 即是他不會無緣無故消失的 但這件事都要學 原來 對小朋友來說 如果這隻馬 遮住了 或者爸爸拿走了 他會以為真的不見了 這個世界消失了 他就很不開心 然後 他長大了 就知道 原來 原來是遮住了 他不是消失了 只不過我看不到 但是 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 Youtube裡面 那些教育片 就反過來 因為他要 捕捉兒童的注意 他經常都要有些 object 彈來彈去 和突然之間消失 他就誤解了 會影響到 但是這就不是 物理世界規則 就是那些 那些死物 會突然之間消失 當然 當然 這個是 他會估計 我覺得他挺有趣 我都想不到 會不會 這件事都會影響 那些小朋友 對現實世界的發展 這個development 就是delay 有機會 理論上 真的有可能 所以 閃來閃去 更加容易分心 其實他學不到 他學不到 他不知道一本故事書 說什麼 他就是知道 很多觀點在那裡 閃來閃去 所以 他學不到什麼 只是 提供了他的視覺 其實 他無法追蹤 他的故事 如果 你去看 書 的話 最好 你讀給他 最好 心理學有一個 效果 叫做 Video Deficit Effect 意思是很出名 他說 那些小朋友 如果 比起 視頻學習 現在很多 Zoom 大家都在學習 其實 他的意思是 在影片學習 比起 Live 真實的互動 在視頻學習 是差一點 這個叫做 Video Deficit Effect 我自己覺得 這是很常識 我覺得大人也會 更何況 小朋友 還有 這裏也有說 電視機影響 如果電視在家裡長開 它成為了整個家裡的背景音樂 經常有些廣告 有些音樂 可能有些新聞 有些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 聽少了真人說話 他不太聽得清楚 爸爸媽媽說話 他就難得學習 所以很有趣 我也知道 有些教育工作者 都在 他提出 課室 越悶越好 他就說 越悶越好 有個研究 他發現幼稚園的課室 有兩間幼稚園的課室 一個是很平的 很悶的 沒有什麼白白 沒有什麼裝飾 沒有什麼裝飾 另一個課室 是很engaged 甚至是牆壁 有些東西給他填 給他填 很色彩的 發現學生 他的表現 在那些很悶的環境裡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如果在其他 色彩繽紛的課室 他就形容是 視覺上很繁忙 他要很沉重 去看很多東西 影響到他專注 老師說的指引和學習 所以他就說 其實學校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當他的手機 越來越普及的時候 越小的時候 學校就變得越來越悶 或者這樣說 真實世界變得越來越悶 因為那個 手機 其實手機有個特色 上次的討論 也有些朋友問 看書會不會 addicted 會不會沉迷 我自己也會發現 有些分別的 在互聯網的世界 他那些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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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即時很快的 但是看書那種快樂 是要花點力 才能 門檻很高 才會有一點點開心 所以就比較難 addicted 但是越容易 addicted 但是越容易 addicted 的東西 其實越少 effort 你就會開心 相對就會容易 容易上癮 我自己覺得 所以他就說 在電話裡面 越來越快的開心 但是真實世界 不會的 要給耐性 要坐在那裡 有時候老師說的話 未必會很精彩 所以他就會覺得 學校相對上 越來越悶 今天的學生 會比以前的學生 就覺得 學校是越來越悶 如果越來越悶 就越難專心了 越難專心 他又提出 老師就越來越容易 覺得學生有ADHD 越容易 就有專注力障礙 過度活躍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老師就怎麼辦 就裝飾一下課室 希望搶回那些學生的注意 但是剛才說了 這樣反而不專心 所以 有什麼方法 大家都可以給一些意見 我覺得 都不容易 現在的教育 你要吸引他們 我現在都 現在的學校 我有時候都會去學校說話 亦都有一家學校 都想我拍片 我都想 好像學一些Youtuber 拍那條片 要很多東西彈出來 你沒有辦法 你要吸引他們 注意 不想他們突然間去了廁所 或者突然間失去注意 也都不容易 他就說 有機會 為什麼ADHD 一些過度活躍 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 越來越多 西方越來越多 或者香港 可能也是 發現也有些關係 和 用手機也有些關係 一 用得多 他就說 專注力下降 容易分心 即時開心 越來越覺得 剛才說了 好像發脾氣 這麼悶 越容易發脾氣 他就整件事解決了 不一定要吃藥 才可以處理 所以是這樣的 所以最後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那個嬰兒的成長會怎樣呢 他嬰兒的時候看手機 大了一點 就看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用手機 手指就很靈巧 但是他們 那時候那個階段 是需要爬爬跌跌跌跌跌跌 整個身體動 他就問我們 扮演一個什麼榜樣給他們看 我們想他們有什麼回憶 所以就 對了 大家都可以給點意見 大家不如我講到這裡 大家都討論一下 不如 我還有一點點 不過 時間都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可以 有什麼問題 或者令到你想起 有什麼 你都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你在checkbox那裡 都可以留言 我分享兩句 剛剛那個猴子的心理學研究 我記得 是有比較過 跟一個真實媽媽餵她 以及這些人造媽媽餵 好像人造媽媽餵 就算是無尖 也好 那個小朋友 小猴子長大之後 他做媽媽 他生了一些小孩 他發覺這些 在人造媽媽餵大 他不會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而且會恐懼 他對自己的小朋友是恐懼 他不會照顧那個小朋友 而且會攻擊 襲擊自己生出來的小朋友 是恐懼的 所以這個 都幾 抵抗了那個人 那個猴子 應該是影響人 成長的 很自然的 人際關係 另一方面 其實 我想 這些電子器材是一個試探 我覺得 因為 坦白說 香港比較好 如果有些人在家裡 可以請飛揚幫忙照顧小朋友 坦白說 如果你有外國那些 又要做家務 可以照顧小朋友 這是很大的試探 我可以經驗 這小朋友 你不要說 不要去說話 即使他跌倒撞倒 哭 小時候 你真的讓他看 他的視頻 他會立刻靜靜 即是會專心看視頻 好大誘惑 是很大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是對家族的試探 當他很忙 有做家務 那小朋友很麻煩 就很自然,你先撐住 所以我想是多與少,少少都沒有避免 但家長不是很容易,經常都打算用電子器材 小時候經常用電子器材給小朋友看,可能影響就大很多了 第三方面,我認同小朋友玩的空間也是重要的 因為我太太也說她小時候沒有用玩具去玩 因為沒有人跟她玩,她經常想一些玩具 或是想一些東西跟自己玩 就是逼出來的,但其實就是這樣,可能逼了一些東西 你會想一些東西出來,如果什麼都給你 你可能真的沒有空間去想 你就是不停去應付一個個個項目 可能好玩,但可能就沒有了創意 所以的確要有空間,滿的空間 逼他們,或者給空間去想一想 我也是認同小朋友,可能需要這樣 其實我的兒子也是,她媽媽當時也知道這些研究 她也聽過一些權威說,兩歲就不要接觸 她一開始生了一個小朋友之後 就算爸爸拿著手機,寶寶想看,她也會遮蓋 很保護她,連看一秒也不想 但現在泰人,每次吃飯都不肯吃飯 所以一定要放一部iPad 播一些youtube給她看 所以改變,我也有點驚訝 之前和現在的改變 之前都很明白,知意行難 剛才我們也說了一些很理論上的事情 但實際上真的不太容易 其他人有沒有其他朋友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好,好,好 Coco 其實就算是大人也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很難 引誘真的很大 小孩子就馬上不哭 很安靜地吃飯 其實就算大人也是這樣 機不離手 每分每秒都是看著機器 對現實環境也不大興趣 你見到乘車或逛街 或什麼時候都在看電話 對 那 講了很多負面的事情 但會不會有些正面的事情 關於這些電子產品 還有會不會有一個大趨勢 反而是有些小孩子 不用才會奇怪 或者反而會跟不上一些東西 不知道 如果大趨勢 所有人都是這樣長大 遲些那一代人 其實是影響到 因為他身體有些毛病 所以才比較大問題 心理或生理有些毛病 對 心理或生理都差不多 全部人 如果你說 第一、二、三、四 那些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些電子耳機 是幫助不大 最多你真的可以看什麼 ABC 學多幾個英文字母 或者學一些風力 這些幫助 但是在這麼小的階段 其實這些電子耳機 都是娛樂居多 就是學習 就是有一個人對著他講的最重要 反而他那些不停的閃平 就是很吸引 其實是真的會削弱一個人 成長的專注力 尤其在這麼小的階段 那些影響很大 你說大那些 他是多些途徑 認識不同的資訊 那這個可能是有些幫助 但是如果越小 我就覺得 這些電子耳機的 正面影響就越少 負面影響就越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進來越遲 就比較好些 是的 那 其實我們 我們有一個項目叫 婚姻倫理資源中心 就是我們成文化學會合 有時候我會發一些 其實現在 譬如我們有時候 我們說手機 給子女不要碰那麼多 那 其實也有些 alternative 我們有時候也會發一些 其實家長都可以跟他們玩一些 不同的有創意的遊戲 其實他 我自己覺得小朋友 都會更加樂於 去玩這些 那 也都很低成本 可以學到 玩的純粹 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些遊戲 很有趣的 那 那些青蛙 浮一下浮一下 那 那 我覺得這些都很 如果我是小朋友 就看到很精彩 那 接一下球 貼到膠子上 那 所以 我們可以想一下 一些 替代品 那 其實 這個 所謂低成本 就是錢的低成本 其實對家長來說 他時間的成本很高 其實就是這個困難 其實就是 我也是認同的 我也是覺得 可能 起碼我們提供多些這些 的例子 起碼家長可以 不用自己想 不用自己想 看 都可以抄幾個回來玩一下 不過 就是 時間 可能 就是 最困難 對很多家長來說 好啊 那 其他參加者 都 有些問題 或者 有些想分享 都可以 分享一下 或者 今天有些什麼 很深刻 之前沒有聽過 都很想分享一下 都可以 其實 下次我都會分享一些 Cyber Bullying 其實今天是說得比較幼廉一點的 其實都沒有時間說第四章 一些網絡欺凌 色情 背後的心理是怎樣 還有青少年 網上戀愛 交友apps 你只是說第三章 你只是說第三章 是嗎 還是 我剛才 都沒有 第三章 所以 其實 香港 都 其實 香港 都有些數字 大家如果想分享 都可以分享 那 後來我再展示一個 數字 給大家看 即是圓立 看看 其實 這個也是 防止虐待兒童 會 這個是 我 下次會講多些 講到色情 發現 2017年有個調查 訪問1300個學童 小學生 發現八成的小學生 他們自己有沒有手機 兩成曾經收到一些 他們自己都覺得是很困擾 不安的照片 其實 外國也有這些調查 一些 border 他們的照片 滲透量八成 他們收到一些 不安照片 通常都是血腥 色情 或者要求性交易 比較少3% 裸尿等等 下次都會講一些selfie 自拍 一些兒童色情 這個學者 他就不用兒童色情這個字 兒童色情的意思就是 那些色情是小朋友 這些色情資訊是小朋友 是做角色的 他就直接用虐待兒童的資訊 他直接說這些對兒童是受虐待的 下次我再分享多些 好吧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就今晚來到這裡 也很感謝大家 參加我們的這個研俠組 我們下個星期四 我都會發連結給大家 就會探討 年紀大些了 就是cyberbullying 就是欺凌 色情 以及青少年 開始去到 就是網絡戀愛 如何影響戀愛的生態 以前拍拖不會這樣 現在拍拖有什麼改變呢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OK 拜拜 好 下個星期見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